孩子们发育需要营养 但是弱势家庭常常是连早餐都没有办法吃饱 华夏社会公益协会就到了新竹县来募捐粮食 也号召善心的团体 60人同心协力的 在学校打包了1500份的暑假饱饱福箱 分送给了弱势的学童 让孩子们在暑假也能吃得温饱 物资打包装箱跌得比人还高 华夏社会公益协会 号召多佳善心团体 募资捐赠粮食物资给弱势孩童 华夏其实是14年前 我们的副理师长杜一波杜先生 他就觉得说要帮忙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子 解决他们的早餐问题 因为我小时候也记得 早餐没吃到的学校不但打磕 而且不知道老师讲什么 那没有上学的这种意愿 所以他说要鼓励这些小朋友 那么尤其是台湾未来的民族幼苗 我们在新竹一年大概在1500箱左右 其实从台北桃源一路过来 一共加起来大概4000多箱 协会创办人看到弱势家庭的孩童 因家境困难无法吃早餐饿肚子上学 就发起阳光助学活动迈入14年 除了送早餐春节也会加仿害阳光送暖 今年号召多家爱心团体捐款捐物资 一起在大同国校将白米油盐等超过千元的物资打包装箱 连学校志工也来帮忙都说很有意义 我们学校的家长志工团 有我们会长副会长 还有我们的议员郑议员也号召了很多的公益团队 来帮助学校来做装箱打包还有搬运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早上打包完毕以后 下午有收到公文的学校 全部就会派代表到学校来领取 那我们很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福箱 可是让更多的家庭知道有很多人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份感受到大家的爱心 60人花了一个上午完成1500份暑假饱饱服箱 搬上车分送给全县弱势孩童 让孩子不再为食物担忧 寒暑假也能吃得饱 感受社会温暖学习更有动力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